2台DJ大追蹤 貼身跟足每一步 开工做些啥 开餐吃些啥 逐一为你报道 我是2台新丁记者梁益伦 Hello大家好 又到了2台DJ大追踪的时候 今次要追访的2台DJ 以前拥有女巫 公主耶利亚女郎的称号 她就是陈凯琪 现在是4月30号星期四晚上的10点54分 咦 有个的士仔来来 让我装一下是不是凯琪回来 哎呀 真是她啊 凯琪今晚穿了一件蓝色外套 配一条扎身牛仔裤 背着个黑色背囊 一步一步走进直播室了 咦 见到她进了直播室 放下个袋之后 又过着旁边录音室 录有一个女人的环节 女人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她知道如果要融入一群 同自己商业的人都在里面 自然就要明白 适者生存的道理 海奇你好 我是2台DJ大追踪的梁益伦 我想问一下你 每晚回到电台 第一件事一定会做的是做些什么呢 第一件事吗 买汽水 不是录音室 待会有一个女人吗 有一个女人 是的 我一定要买一罐汽水才会安乐 我不知为什么 这么多年来都有一个习惯 我做节目的时候一定要喝水 看到你在录音室有一个女人的环节 你是不是每晚都会这么吻水才录的呢 当然了 我要搜集成终的个案 每天一个真实个案 不如这样 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女人 海奇 你做了晚间的节目 已经有几年了 牙夜就很伤神 和对皮肤不好 你每晚回到家会不会 把青瓜 番茄 打到面上去做护肤的呢 落后了 现在流行糯米粉 怎样的 糯米粉你也不知道 怎样去护肤应该说 糯米粉就打到面上去 混水 真的可以吗 真的可以呀 现在台湾很流行的 如果不知道要怎样做 听海奇的天空吧 前一段时间你在电台有很多别号 有女母 公主 耶里亚女郎 为什么这段时间不听见 你有什么新的花名 没有的 以前大家不认识我 我就找一张形象掃描得清楚 让大家记得我是怎么样 但现在大家对我都应该有一定程度认识 知道我为人 你这把秀法都留了很久 那你有没有想过剪短了它 来迎接夏天的内陵呢 我为什么要改新发型 有什么比这个发型 我觉得你的发型是最好的 不过我细心的观察 发觉到海奇每次开咪说话之前 都会咳嗽几声你清清喉咙 还有她说话的时候 很喜欢一路说一路把肩膀拌一下 刚才海奇就说了 在她做节目的时候 就很怕会口渴 所以一定会买点汽水来喝 不用半个钟 又见到她跑出大堂的汽水机 买多一罐汽水了 现在是凌晨的十二点四十一分了 趁海奇刚刚听完电话 播歌的时候 让我进去和她聊聊天 海奇你在节目里面 就经常谈及一些有关男女之间的感情 很多朋友都想知道 你理想的对象是怎样的呢 肯定不是你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最理想的对象 我要她很sweet 我要她babyface 我要她英俊 我要她有钱 总之我要什么她可以买给我就会很开心 她可以带我去旅行 是说我世界那种 不可以背背囊 我要住五星级酒店那种 那十全十美都挺难找的 那你现在找到没有呢 不是十全十美的 十全十美的标准还没说出来 不过如果是这样 也算是这样了 一个男人 现在是星期五凌晨两点过 海奇呀 节目就做完了 你现在是回家睡觉 还是请大家去吃宵夜的呢 吃宵夜? 我没钱吃宵夜的 我回去冲一杯奶粉喝一下 听说 那么健康? 听说很养眼 你知道我做完夜晚节目之后 失去了很多 但是如果有人请我吃 我也会介意她是谁 我比较喜欢和一些令我开胃的人吃东西 例如呢? 例如总之不是你 总之除了你 我前几晚就留意到 每晚你走的时候 都会有个的士哥哥等你下班 那个是不是你新男朋友 不会 不是一个的士哥哥 是一条拉的的士哥哥 会车我 我觉得这是安全的问题 现在是夜半三点二十四分 海琪刚刚收拾完 她自己在直播室的一些CD 哇 她都收拾了整个小时了 现在海琪就和她的朋友 一起来开电台了 好了 我也要走了 拜拜